在医院工作的前线的人 大部分上都是马来红包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微教徒的餐厅的厨师 帮我们准备爱心舒适饭盒 那在前线的辛苦的他们 在吃的这一个餐的时候 他们会吃得很安心 也会很开心 马来夏吉达州刺激之工 串联起马来餐厅业者的爱心 从7月初开始 为居邻中央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 提供素食餐盒 守护他们的健康 因为我之前有带过我的stuff去 其他的餐馆 然后就发现到其实他有蛮多的素食的选择 再加上他们想为请现人员做一些爱的付出 所以他们就很快的被感动 然后就加入了 极被疫情肆虐影响餐厅收入 餐厅老板又首付一家人 依然用心准备没粉餐盒 哈汁节是马来西亚穆斯林的重要节日 尤索夫特别准备哈汁节套餐 借此感恩在佳节公假 依然坚守岗位抢救生命的前线医护人员 尤索夫特别准备 所以他们也想到 他们要做成一项 尤索夫特别准备 他们要做成一项 林彩萍送上一袋近似食品与餐厅结缘 除了感恩他们一家人在疫情佳节的付出 也把我姻缘宣导猪童岁月 送上营养均衡的素食餐盒为前线助力 希望在哈汁佳节这一天 不仅能让前线人员温饱 也能让有竹同胞感受佳节的气氛 大爱新闻正上美志工 林莉莉 黄福德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